感恩的季节除了谢庆恩也要谢施恩 甲冬带幼儿园庆祝五月教师节 家长筹划活动表达对老师的谢意 第一当然是想感恩我们老师 一路来这样子来教导来领导我们的孩子 第二就是回馈老师 然后想给老师一个惊喜 希望你的各位老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感谢你陪伴我们成长 让我们学会了去感恩和报恩 给老师奉上一杯茶 简单的仪式让老师们暖在心里 就看到他们今天端着那个水杯走进来 然后慢慢地走过来到老师面前 就很感动然后很惊喜 是真的很感恩爸爸妈妈去用心策划这一天 感恩老师们的用心 老师真的是不好当 谢谢你们 很努力地帮我们带孩子 教孩子 孩子们纷纷送上花束 有的是手作花 有的则是神秘礼物 诚意满满 小朋友还有家长都记得我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就送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咖啡花 然后还搭配上润喉糖 应该是觉得我们的声音有点开始撒牙了 但是会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 他们准备的礼物都是为我们想的而去做准备 师生间有爱串流 每个班级各自共度温馨时光 感恩的气氛更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新闻留静心带回答马来西亚报导